日前朝阳警方防部消息,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称,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嫖娼,对此警方依法开展调查,将卖淫违法人员陈某慧,女29岁,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,男39岁查获,精审查,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,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。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,上述提到的李某迪,正是著名的钢琴家李云迪,对此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声明称,依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第25条规定,经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决定,取消李云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资格,从少年得益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,成长为国人引以为傲的国际钢琴名家。 大欧成为娱乐全场客,重要演出失误贫贫,而如今他却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